大家好 今年是反送中五周年 大家都記得五年前 2019年 香港是一個非常不尋常的一年 非常不尋常的一年 當時6、7月份發生了很多不愉快的事件 還有當時很多人想將他的心聲表達出來被打壓 有意思的是什麼呢 當時美國駐香港的總領事史默克 Smith 他最近被採訪的時候透露了 因為他曾經三年這麼長在香港做美國的總領事 他應該是 沒錯 我記得三年 2019年的上任 2020、2021都是他在香港 他也是一個中國通名 中國通名是漢樂家 我記得 還有他懂得說中文 他最近透露 當時呢 他講了他很有意思的話 他最近說 當時我們美國其實是想幫 但是呢 我很遺憾 我很遺憾 我當時呢 沒有能夠幫了很多香港人 但是他這句話的意思呢 就是很難說它是什麼意思 他沒有說清楚是什麼意思 我想呢 意思就是說 從人道主義出發呢 他當時是很想多救一些香港人 但是呢 由於這個 政治的現實 是有些牽制 就是當時呢 中共是不太願意配合 他就透露了一個 最近 他說出來才知道的 就是呢 在反送中的那個動盪時期呢 他曾經呢 北上去北京 去北京 要見外交部 可能外交部講澳辦的人 就是管香港的人 高層的人 就是 他在香港也都見不到 他自己說了 他說當時呢 他去見了林鄭月娥 和其他香港的高官 以及呢 中共駐香港的高官 他都去跟他們談過 那 我想呢 他當時呢 覺得 他感覺到呢 當時香港的很多政策 那些決定呢 其實是北京決定的 所以他就決定去北京 這樣呢 就去北京 應該是港澳辦的人 結果呢 他預先跟他約好 然後飛到北京 誰不知呢 中共呢 就給他吃閉門羹 突然間 他已經好像 已經開始要 已經飛到北京了 之前呢 見面之前呢 北京方面呢 就說取消 這次回談 就是 這樣 沒有得談 我想呢 這些是政治的事情 就是 這個總領事呢 我想他是真心的 是想幫香港的 就是 比如說跟他們談 你不要用太多暴力啊 還有呢 我準備呢 會幫這些人去美國 遮掠類啊 希望你配合啊 當時還沒想跟他完全攤牌啊 大家大打出手 還沒到這個階段 通常呢 都是用外交方式 來解決這些問題 那他呢 就說 就是 很遺憾 是沒有用的 林鄭月娥 沒什麼好談 他當時 他說他當時呢 他認為 我記得他說 他認為呢 林鄭月娥那個香港政府呢 當時呢 是做了很多錯誤的決定 因為 據他所說呢 他說 19年那個反送中 開始的時候呢 中共高層呢 沒有太多插手 這個香港的事 開始是 給香港政府自己去搞定的 那麼呢 這個美國總領事呢 就認為呢 當時的港府 當時的林鄭月娥呢 就做了很多錯誤的決定 當然呢 也都包括這個 用暴力去打擊這個 和平示威的群眾 還有一個非常龐大的示威群眾 大家都知道當時 有一次100萬人 有一次200萬人 他認為呢 他認為呢 當時呢 林鄭月娥呢 政府呢 應該是比較能夠 如果他們是聰明的話呢 應該能夠處理這個事件 要建議平息 大家坐下下來談 但是當時呢 他認為香港政府的做法呢 是火上加油的做法 所以將事情呢 搞得越來越動盪 越來越激烈 那麼最後呢 北京那裏呢 就認為 你林鄭月娥不夠不夠不夠強 所以呢 就北京直接派人下來 直接在香港那裡指揮 將事情可以說是擴大了 我的理解就是這個總令氏意思就是 當時一開始的時候 如果香港政府是比較聰明的 比較知道如何平衡 這件事情可能不需要鬧得這麼大 後來鬧了之後中共以為香港政府無能 所以趁機會就奪權了 所以之後就很難再回頭了 很難再回頭了 尤其是搞到國安法之後就很難回頭了 他是這樣的看法 另外他還說當時 黃之鋒曾經去美國總令事館 希望尋求庇護 但是也沒有得到庇護 他是有些遺憾的 他的遺憾可能是當時他以為 香港可能不會鬧得這麼大 結果就是鬧得很大 所以後來想幫黃之鋒和其他活動家 就為時過馬了 沒辦法就救到了 我想香港其實香港以後的命運 是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中美關係 中英關係應該有一定的影響 但是因為英國 第一 本身已經不是一個大國強國 第二 英國多年來為了經濟利益 所以美國的決定性是美國和中國的關係 但是美國 因為香港原來不是美國的殖民帝 所以美國也有所局限 他能夠說的嘛 所以最好的情況就是 如果英國政府開始認識到 這個是他們的責任 雖然他們不夠強大 但是他有很多基礎的關係 是可以和美國加強結盟 得到美國的許可 然後強硬 一起強硬 美國做後台 變得英國強硬 說喂 你答應50年不變 一國兩制 你現在全變了 這樣不行的 這個是有後果的 你一定要馬上改回去做一國兩制 一定要這樣 不然我們會採取我們這一方面的行動 這些話 只要是美國做後台才有用的 美國不做後台呢 他怎麼說呢 中共都不會來 因為中共呢 是那些流亡的思維 是欺軟怕硬的 美國比它強大 只要他認為美國比它強大 那麼他就怕美國三分的 不敢亂來 所以從某一個程度來講 對於香港人來說 一個強大的 仍然是民主自由的美國 是對香港人的未來非常重要的 這個絕對不是好像共產黨說我們什麼 那些媚外啊 賣國啊什麼 這些不是的 這些是世界政治的現實來的 因為中共這種政權是欺軟怕的 所以呢 我想如果特朗普當選之後呢 應該對香港人來說不會是更差 只會是更好而已 因為特朗普是很知道怎麼去對付這些流亡的政權 這些無賴政權 特朗普經常引用雷根總統的一句話 是用實力去尋求和平 他意思是說 跟中國他以後都會這樣 他跟俄羅斯以後 他一上台之後他立刻會給俄羅斯和中共 看一看美國的手刮 那個肌肉有多大 然後說 喂 要不要來坐下來談 在哪裡談 給你兩個地方的選擇 他根本就不會給你選擇談不談 而是你去哪裡談 你可以在 我們可以在巴黎談 也可以在馬來西亞談 就給你這樣的選擇 這是特朗普的風格 那就是示威到他的實力之後呢 他就會可以將這些人願意來談判 等於他當時跟北朝鮮的那個肥仔 先將航空母艦開去對準你平衡 然後就問你 喂 我們在哪裡談 在河內還是在新加坡 那麼金肥仔就立刻飛去新加坡了 我想他是這樣的 好 今天就講到這裡了 好 今天就講到這裡了